台湾微软公司代表与电信业者主管开心合照 宣告开启合作模式 推出在地化Azio ExpressRoute服务 企业只要申请四大电信业者的私网连线 就能高速稳定的连接到全球54个地区的Azio云端资料中心 打造企业专属的虚拟机房 可以让更多台湾的企业可以成功的数位转型 不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每个企业在看的是混合云的部分 还有把SAP ERP系统搬到Azio上面 或从最基本的异地备源 到最后的话高运算能量的服务的话 其实台湾的企业都可以享用 这项新的服务不仅能减少三到五成的国际连线费用 而且又兼具安全保证 提供企业混合云、异地备源和高速运转等云端服务 加速企业创新转型 日前台湾大哥大就率先和微软合作 推出唯一弱地台湾的Azio Stack云端服务 这回再度攜手希望提供企业全面性的业务需求 如果各位有任何的需求 在所谓的Hybrid混合云的需求之下 能够经由台湾大哥大 再经由Esperialoft跟这个所谓Global的Azio 做快速的混合云连接 这是我们愿意提供的服务 也请各位在这个机会多多的来支持微软在这部分的一个新的initiative 如果说Microsoft的Azio Express Route 它是一个很高级的一个国际云平台的一个高速公路 我们不仅在香港一个Gateway 我们现在在台北直接 也就可以成立这个直接连线 透过在地化Azio Express Route服务 协助企业转型迈向云端 包含AI和大数据分析等 满足不同产业需求 提升国际竞争力 台北的台北数据新闻 邱世民产防报导 感谢观看